哈喽,大家好,我是回民街的家綺 我現在在雲南的大利 大家看看背後 長山 前面是二海 背靠長山,面鄉二海 現在是12月份,大利這邊還是比較冷的 長山還有雪 今天坐在這個位置叫南屋立橋清晨美食一條街 大家都仍然在回族 到一個地方咱要先照下吃地 這邊基本上都是回族在做生意 在莫過長邊上來說 這個燕有點像這個回民街 今天我是在大家逛一下南屋立橋清晨美食一條街 都有啥吃頂了 這條街的下班部分是在殘印的 上班部分是 別墅去 然後做到定 是大利大學 大利大學特別美,這次沒有漆 挺小大利大學的銀花是特別好看的 大利還有一種銀花是 董田凱里,叫董銀 就咱們現在路上看到的這個粉色這個花 就是董銀花 特別漂亮 大家根本非常關心 就這個地方離大利固城遠不遠 不遠 從大利固城到這兒的話 都是散絲拱里的樣子 不過我們沒有在大利固城住 那現在那邊有點臭 那在旁邊住這兒 離這兒也是 亮閃拱里的樣子 那每天吃飯過來大扯的話就是 10塊錢 如果你想在這兒端了一下的話 你做過了的話也就20來分鐘 這邊孔氣還是比較厚 從上往下做 然後 這邊就是第一家賣飯的了 不過我們就這樣沒吃過 不知道咋樣 那在這邊吃飯吃的也是比較瘦的 主要集中到季甲 個別季甲 因為我覺得特別好吃 我跟你講這邊的麵食還有麵鮮 其實是吃不太習慣的 這次來大利確實給我上了一口 哇這邊這個冬天太冷了太冷了 那我看這個就是我 住民說老伴 我兒你冷不 他說不冷呀 然後他連球都沒穿 那把這邊的保暖裤子 亂七八都全部穿上了 統統穿上了 所以如果就一份來大利的話 一定要注意保暖啊 這個是同國瓢 我也不知道雲南這邊為啥有很多同國瓢的 這個在昆明也見過 家裡牛肉 牛肉是腐的 也有嗓的 還有牛杂 這樣也是乾了 這邊的客棧是比較多的 都沒住過 這個是賣錯菜的 還有麵鮮 同國瓢 還有就是同國瓢 可以住 就寄了 還有一家是賣代價飯的 但是代價收藏飯有一個需要注意的 那大家過來實際上不簡單了 但是為啥 塔臺這個量比較大一點 一個人你數完 所以不賣運了 哎呀這家做生意還是比較老實的 這是一個囊啃烤肉 哎這個毛 這是乾果 人家住伯在這的時間比較有限 所以 很多店也沒有來得及吃 哎呀 看看就行了 哎行的有個份 操菜的 操菜乾吧 在這山上 寒氣比較大 所以到晚上以後 都會上一個貨的 拿自己 這是個西北人開的 紅柳烤肉那邊 光紅都集齊了 路對面是這個 閃湖 港果牛肉 那麼在他家吃個港果 那給你們介紹不了 這個里邊有點賣麵 啊這也驚奇 啊 一會再出來的光 這里邊這個醇應該也就是 以回眠為主吧 那有一天晚上這里邊吃過 都在家里邊做生意 都沒蛋糕 品類比較少 麻糞醇唇過麵票 這邊沒麵票的比較少 有點像密鮮的感覺 一碗麵然後給你配酒笑餐 上次在台上要了個鹿鳥肉 48塊錢回家 然後撕塊肉 一塊肉跟笑前頭一樣 你在這烤 再逛逛吧 再逛逛 這是這條鞋為數不多的 這麵面的 都可扯了 賣茶也 不知道還買什麼 鹽笑劇 烤呀 牛肉火鍋特色私房菜休閒 都是村民在家自己開的店 應該價格比較低 也成本比較低 我想問一下這邊有清真寺嗎 你好 清真寺有沒有 在過去 在過去是 這不是上班里 好 香蝦要二 紅瓢貨物 跟私房菜一樣 蠻屋里橋這邊應該是在 就是整個搭理這塊 比較聚聚的一個美食區 主要以回族美食為主 人家在肥牛王 我不知道開門 那邊還有吧 但是太堆了就不靠了 你們倒點之後 大概都清洗了 如果有空的話 在那邊逛逛 這一片 比象象中的要躲 你們在街面上看到的一些店 願沒有立邊的這個躲 這是啥不知道 進去看看 看起來修得像平原一樣的 那這個美食節目變成了一個攤陷節目 兩個人客人又敢把了 確實是殘免 修得很漂亮 看起來是比較有錢的樣子 喂 坐得起 這應該不是來吃飯了 今天是來逛街來的 有裝飯私房火鍋 在這邊比較流清這個蒜菜牛過濾 大家過來才比較試一下 比較建議一點 因為清湯那和麻辣的油比較多 這里產館地方都挺搭 那邊應該還有吧 咱不近期了 特別多 但右地區 現在沒有開門 不知道是因為 商業不好 還是現在有多時間 看到沒有 咱從這做出去 再蒸雞讓看看 不過那邊厚度 都沒有開門 知道了可以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开门 这里边的民宿应该不少的回族卡的 烧烤 这边人齿方都在留店以后了 留店以后又写店都开始排队了 旺刚才今晚那个客厅 看看搓过来上去 今天上一泡看又写店已经不做了 牛炉巷 重都过过穿转 过一条你们过来也要试试 他家吃了三次 这个铜锅牛肉强了 对面是亥想员 他家的鱼做得不错 上次来吃我 臭菜 我给你们吃的 他不买给你们那家 沙锅汤鱼 别人刚推荐的是躲丝体小吃 主要以面格这个蜜纤维住 这个就是在刚才进那个村口 搭理这块的会明解情绪上的 刚才给大家诱情提示一下 这边这个亥拔是亮前蜜左右 做的稍微多了 稍微快的时候做有点串 再往前做的话 机关也没有技巧 大家如果来到云南大利的话 这边没放机器特别多 住的地方不建议住到固长 太臭了 再走位照个住的 后来我回头给大家介绍一个住的地方 后来这期就要知道 饿死回民地下家 我们下期见 拜拜 给大家再布一点内容 这就是南雾里桥 清整一条街的门楼子 这是入客 因为咱看从闪上下来 看这条街长的大多 可我还有机器没放的 不过看起来了 放多么看完 商业不消 都得超出处 也好